我现在讲解一下 如何自己架设一个自己的网站来经营 那首先 你到这个Wordpress的官网 那这个网址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看一下这个影片下面的说明 我会把连接点放在下面 那它的这个加占程式是属于完全免费的 那你把它拉到下面来 它这里有解说啦 拉到下面来 取得 取得它的一个程式 然后点来 我为什么不给你然后叫你来这边抓呢 因为 它 这个版本一直在更新 所以我如果给你的话 也没有意义 因为过一阵子它又有新的出来 那我给你的版本就会变旧版 所以最好是自己到官网抓 最新版 那个 点下载 点下载这个就可以存档 然后你就把它要确定 它就下载下来了 好,那下载下来以后 我们看一下 下载下来以后 例如我要架设 一个这个 清旗摄影 录影 工商印刷的这个 商业网站 来经营 那这个 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印在我们自己的名片上 那 人家有这样的一个 商业的服务的时候 就会进入我们的网站 那我们 这个 不用 花钱去请人家 帮我们什么 设计网站 花了那么多钱 完全是属于免费的 那这个 设 这个网站的话 这个功能非常的强大 好,那 你点下来 你 抓下来应该是这一个 那它是一个压缩档,你要选择解压缩 那把它解压缩开来 那解压缩开来以后,它就 变成跟它相同,但是后面没有一个zip 没有一个zip 因为它不是压缩档,它已经被它解出来了 那解出来,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个wordpress的目录 然后再点进来 它大概 这里有一大串 一大串 那最主要的,你刚刚开始,你要去修改这个东西 就是它的一个 系统 系统档 这个 这个 把它 用文字编辑器把它打开 你如果没有em-editor的话,你可以使用记事本也可以 那我会用em-editor的话,是因为 em-editor它对于程式码的话 它会产生这一个 颜色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在看的时候,比较不会看左眼 好,那这一个 几个地方 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地方,你要填入 填入你的这个资料库的这个名称 它这里就是 第一个就是资料库名称,你要把你的资料库名称 把它放在这边 对 例如来讲,我 现在要去架设一个 网站,那通常我们 会 把这个 网站 的名称啊,跟资料库的名称 弄成一样这样,日后比较好管理 对不对 那你如果租虚拟主机就不是啦 就不是这样,所以租虚拟主机它是 热热等 那也没有关系 不管它是给你怎样的一个 名称啊,它就没有办法像我们资金的这么漂亮 那也没有关系,它给你什么就填什么下去,这个对以后的经营没有什么 无伤大雅 那再过来资料库使用名称 你如果租虚拟主机啊 大概它会给你一个使用者,资料库的使用者的名称 那如果我们自己 不花钱啦,那自己架设一个主机啊,来经营的话 那就是 就是root 有蛮多学,我们的学员啊 他们 大概不会那么傻 花钱去租虚拟主机啊 因为我们已经花了 钱啦 那每个月在上网 那其实来讲中华电信,他们就可以 每会 送你一个固定IP来驾站啊,你为什么不用 也不会增加钱 只是 中华电信它不会告诉你 你要自己 上他的官网去申请 那这个如果不懂,看一下我的网站上面的文章就有了 好,那这个的 密码 这密码就 就是 你的密码是什么 那我的密码,我现在在教学 我不能填在这边 填在这边,全世界上 的人都知道我主机的密码 我塑造了 所以我等一下我会改一下 把它填入 我的密码 资料库的密码 那 资料库我等一下也会去把它建立一个 那你如果 虚拟主机的话,你就是在他的这个后台 建立一个,或是 有一些 租虚拟主机,他只有给你一个资料库,那你也没得设定,就是 101个就是那一个 好,那这一个 主机的这个 这个 Myseco主机 它的一个 名称啊 那如果我们自己的主机 大部分 通常都是 Logo host 那如果虚拟主机 到底是什么 那你要 要问一下虚拟主机业者 因为你给他租,他会给你这个资料 那如果没有,可以跟他要 好,那在 这个编码 这个 UTF8 这个不用去改它 下面这个也不用改它 好,那再往下拉 好,这个地方 我把它点一下好了 当前的这个位置 显示行号 这EMA edit是商业 商业软体 是要花钱买 那你如果不花钱买 也可以在网络上 用Google 搜寻一下 可以找到这个城市 那 那这个就自己要有 不发钱就自己要靠Google 那这个 就不要再问我 因为我也没有在卖这个城市 好,那这个就点这个地方 好,点上去以后 把 这一串的字 把它怎样 把它复制下来 好,复制下来 这个是它的什么 这是 所以 Waterplace 它的网站 比较安全 为什么比较安全 因为它有密钥 那这一些就是密钥 你就把密钥 把它怎样 把这一些 字就全部把它反选起来 然后把它选择贴上 把它放掉 它就会有遇到这个密钥 那这一些的密钥来讲 就变成 它 这个来讲 我们这个网站有去加密了 所以它有一些数据来讲 骇客就 要 要搞怪 要搞你的网站就比较困难一点 好,这些没有 要搞问题以后 不要直接存档 档案 然后另存为 然后另存为把后面这个sample 把它打掉 因为它那个 它给我们这个是 一个 样板 但是我们来讲 我们需要的不是样板 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 所以WT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 要把它的那个 后面那个sample sample 把它打掉 就是 单纯的这个config 这样就好了 config.php OK以后就 按存档 那存档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可以把这些程式 把它上传到我们的这一个 虚拟主机或你 家里的这一个 网站 你的这个 自己架设的这个Linux的主机 或是来讲你自己架设的什么server 那都可以 就可以开始 我们就可以开始加战了 好 接下来你要用PHP 买的Linux 进入你的资料库 进入资料库 以后 那我们 选择来讲 把它建立 新建立一个 资料库的名称 这就是我等一下 我的这个网 这个网站 的这个名称 好那这编码 我们也要选一下 这编码如果选错了 以后网站会出现这个乱码 我们这边要选择 这个 UTF8 unicode 这一个 这个编码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就 点击 那就建立好 那我们就 建立一个空白的一个资料库 等一下我们在 架站的时候 这个他就 我们的 城市 架站城市 他就会把他的这个资料库 写入这个地方 所以他现在是没有资料表 是一个空的一个资料库而已 好那你这个建设好了以后 就可以开始 来 上传我们的这个 架站城市了 接下来 你就必须来讲 就是建立一个 这个 在你的这个 主 主机的下面 主机的下面 那 你到底是用虚拟主机 还是独立主机 都可以 那你要连线上去 来讲 传档案的话 你要用这个 FTP 或说 你的权限更大的 用WinSCP 那都可以 把档案上传到你的 这边的话是本地端 就是你的PC电脑 这边的话是伺服端 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站的 跟目录下面 因为等一下我要在 我 我的网址是 POR.TW 我要在下面 架一个 架一个网站 好那就是 建立目录 好那我就是把 我要的这个 这个 等一下 在POR .TW下面 我有这样的一个网 网站 那我就选择 确定 这样就错了 他在这个地方 那本地端 这样是不对的 把他杀掉 你要看一下 有时候 这一个要让他在什么 在这里才可以 在这边才可以 点建立再一次 好那这个 选择这个 确定 那这个权限 通常来讲的话 你也把勾选一下 然后压一下这个 确定 好他就进来 进来是在这个地方 没有错 好进来以后 在网址下面 有这样的一个目录 那 把这个 把它上传上去 好那我们就把所有的 驾站程式 全选起来 然后把它用网鼠 按住不要 放掉 把它偷到这边 把它放掉 那 他就问你 是不是要复制 那选择复制 它就开始上传了 那这个就 跟你的 网站的 频宽 有一点关系 如果你的网站的 这个 频宽 就是速率非常快的话 他很快 速的就会把这些 这些城市 码全部传到 网站空间去 那如果 你这个主机是在美国 我纳会很久 因为来讲的话 这一个 美国的 这个主机 有一些的速度都不是很快 除非 你是发 因为有很多人会去 租国外 虚拟主机 就是贪便宜 那当然来讲的话 就会发生 有些人问我说 老师 生餐那个档案怎么 等到你又要睡 我说 好虚又在后面 好虚还在后头 租完了以后 人家 讲一句话 雄米没好费 便宜没好货 因为你 架售完了以后 你会发觉到 有一些事后的服务 什么东西 并没有国内那么 那么的好 那是不是证明国内的这虚拟主机 就很好 才怪 生意嘛 人家要 要做生意 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还没租虚拟主机的时候 都是 夜夜夜 那钱花下去 以后 等七天的 这试用期以后 就是no no no 那所以来讲 有很多人都很怨倦 问我说 你不是推荐一个 比较好的 空间 我从来不给你的 推荐空间 因为为什么 没有一个好的是 要推荐到一个 然后还有人在网络上 你Google一下 推荐那些 国外的空间 国内的空间 那都是要赚佣金 因为他们有 这一个 这个联盟行销 所以推荐一个 他写那些文章 然后来讲 你就给我去租 其实来讲 佣金就被人家赚走了 那其实 最好了 我是觉得最好 还是来讲 自己有 自己的 这个 伺服器 自己 控制 那一辈子 不要看人家的脸色 那是最好了 那你要备份 要干什么 那速度也是超快 因为为什么 因为 他就在你 你家 或说 他就在你公司 那别人要怎么样 他也 他也搞不了你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跟人家租 你要知道说租房子 跟自己拥有房子的安全性 天差在地 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不然来讲 人家也不用来讲 他就说 有很多人啊 省吃俭用啊 然后贷款20年啊 25年30年 就是 要买自己的房子 你会发觉到说 跟人家租的房子 非常大的不方便 连墙壁要钉一个钉子 都要经过房东的同意 不然来讲 他以后的这个 纷争可大了 你不租房子 他都会跟你讲什么 恢复原状 有开过店的人啊 像老师有开过店啊 感慨更深 好那这个 大概有需要有一些时间 那把它上传 上传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 来架设了 好那当我们的档案 全部传完以后 当然你要看一下下面这边 有没有异常 他有没有全部传完 那如果都没有问题 都正常 那你大概就可以开始 来架站了 好那 我的网址是 por.tw 对不对 那我在下面建立 一个目录 那网址就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就把我的新要架设的这个网址 把他连线 好 把他连线上去 好那如果没有 你的程式都没有错 那 大概他就跳这个画面出来 他会自动跳到他的后 他的后面 就是 就是 wt的admin下面的 安装目录 那我 安装程式 install.php 那我要不要打那么长 Wordplace 他不用 他只要你输入以后 网址如果 这个程式还没架设 他就会出现这个 如果架设完了以后 他就不会出现 他就会直接 跑你的这个 这个锁页出来 那会跳这个暗中 就证明来讲 这个是全新的一个网站还没安装 好第1个 把我们的这个网站标题把它输入进去 你要 什么公司行号 第2个使用者的名称 你要去建立一个使用者 你 等一下这个要记起来 就是使用者等一下进去 要用什么账号进去 那接着下来密码 密码他这边 可以产生这种 稀奇古怪的密码 不过 我不 不大喜欢用这个 因为这个人没有办法 这样记 那 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是 自己 去建立 那当然你还可以使用一些比较奇怪的符号 但是不要像他那么多 那个英文可以大小学 然后可以加入数字 那你说老师 你这样 我等一下就知道你的密码 别弄了 我架设完了以后 我等一下就会把它改掉 所以你 也不用照我的帐号密码打 打一辈子也不会进去 没有人那么傻的 那我现在在教学里面 那我就是 先 先做一下 这一个 简单的 你看来讲他现在还告诉我 这个中 密码还不够强 那要很强 要很强来讲 你就多打几个字 他就会变很强 所以 我等一下教学完了以后 我会把这个密码 再改复杂一点 好 那这个密码 大概你要记得 跟帐号要记得 不然等一下架设完以后 没有办法进去 那你就不要来问我 那我也不知道你的帐号密码 就要全部砍掉 重新架设了 那再过来你的 E-mail 那你的 E-mail 你不要照 我的这样填 这是我的E-mail 那 以后 你照我这样填 以后你的网站的 信都寄到我这边来了 好 这些资料全部好了以后 你就可以 点这个安装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搞定了 搞定了以后 这样就 安装完成了 你说 老师要怎么这么快 蛤? 这网站这么快喔? 没了 没了10年4、5月 然后再把我们登录 登录以后账号 账号是这个 那密码 密码 输入你刚才的密码 然后 你如果这一台电脑自己用 你可以让他记住 记住以后 你在进入的时候 就不用每一次都输入密码 但是如果你这一台电脑 还有别人在用 你这个就不要打勾 不然以后人家要进入后台 他可以 很快速的就进入了 好 请这登录 登录了以后 这个就是我们的后台 进入后台以后 我们大概做一下简单的 一般的设定 好 那这个是 你刚才输入网站名称没有错 等一下他会跳到 你的所页 就会出现这个 然后这个标语 拜托你改一下 所以你在网络上你如果打这个关键字 会出现 很多网站都有这个 因为这个加张的人 他根本就没有去改 那搜寻 被搜寻已经 收到以后都会 全新的 正体中文 Wordpress网制 真的很好笑 这个 网络的这个 人啊 有很多人不想花钱学 不想花钱学 就自己乱搞 自己乱搞就会搞出很多笑话出来 所以在于 这一个你想要赚钱的这个当下 自己摸手是一个最 疑奔的方法 最快速的方法是找一个高人 来指点你 那比较快一点你就 比较不会出trouble 好那这个 可以了我们就选择这个储存变钢 好那接着下来还要做什么事情 接着下来还要把一些 垃圾档把它杀掉 什么叫垃圾档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点 到前台来看 它就有一篇文章叫 Hello 所以你如果在搜寻引擎 打这个Hello 这一个 这 这种关键字把它放进去 也一大堆网站 为什么那些可能是一些小朋友 刚刚开始 从学校学回来的 或者说在网络上 看人家文章 然后就开始 架 架測网站的 这个就没杀掉 然后就开始po文章了 那这篇文章一直都在 所以搜寻引擎 一说了以后 不然 你不相信 这篇文章来讲 你可以 给它试试看 在搜寻引擎Google 把它Google一下 你会看到一大堆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在于我们的这个 文章里面 刚开始它有一篇Hello的这个 新的文章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 丢到垃圾桶里面去 就是不要让它有 再过来来讲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分类 分类它 在刚刚开始 它这个是未分类 再过来还有一个什么 页面 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 文章都是未分类 那分类等一下你要po文章 说你可以 在分类那边 把未分类改成什么分类 一个一个分类 对啦 好那这个 范例页面 你也可以在搜寻引擎 给它搜寻一下 有一大堆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人 也是没有把它杀掉 这个 应该也是 不用 因为我们如果 之后要页面 我们要自己去设 就是不要 不要有这样 好那我们点一下 这个 控制台来看一下 大概就完整了 好 那 还有什么要设定的 还有 在设定里面 剩下这些细项 你一项一项 这位老师就不再讲了 例如你在 在写作的时候 你要去设定 怎样的一个规则 这是全部是中文的 那我就不用一个一个去念 多 多麻烦 看就看得懂 看不懂 再问老师就可以了 那阅读 你要出现几篇文章 这些的一个设定 然后讨论 应不允许人家对你的文章 发表这个 回响 如果你 不喜欢 让人家在乱贴广告 你就可以让他 不回响 那如果你 希望说你的网站 有人跟你互动的话 那你就可以 把它勾选 那来讲的话 让人家可以发表 那很好 但是来讲 你这边要勾选下 实用者要 必须要注册以后才能够回响 这有一个好处 叫防止那个机器人 就网络的不是人 那些网络机器人 在里面 在你的网站 乱留言 留一些垃圾的资料 好 那这一个 就可以 把它更新一下 还有媒体 媒体它的意识也是很轻 奇怪 就是 这一个 150 缩图是比较小 中等来讲 330 这太小了 这网站来讲 330 真的是 在零列人家 那么小的图 所以来讲 这边 通常 通常来讲 可以把它设 650 650 比较大一点 比较不会 这个 零列人家 不然来讲 有时候看人家 那图片都好小 看不清楚 主比较大一点 可以 1024×1024 这可以来讲 要选择储存 变更 好 那这个你的主机 看看有没有 支援固定网址 你如果有支援固定网址 那SEO 它会 比较强一点 那 大概你在这边 就可以 自己去定 但是它预设里面来讲的话 就网 下面还有index 下面还有年 月 日 然后在po 文章的名称 变小的 成小的 热热等 那网址太长了 所以 一般 我大概我的习惯都是用那文章名称 网址 后面来讲是 文章的名称 这样子来讲 那我们po每一篇文章来讲 它就会用 那个 名称就会跳到 我们的标头上面来 那就会产生固定网址的 缩新引擎排名 优化的效果 好,那这好了以后就储存变更 好 这样子就架设完了 整个网站 网站就OK了 那前面是 三一回码都没有 那从这边开始 你就可以开始po你的 第一篇文章了 好,那以上的解说当然是 最基本的 这个 驾站的 第一堂课 就是 第一个 那你就可以这样就开始 可以开始 像你 跟人家申请一个匹克帮一样 就可以开始 来工作 但是你自己的网站以后 你会发觉到 你的天空 忽然间都 明亮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要怎样都可以 用人家网站是什么都不可以 旁边还给你加了很多 你不喜欢 让人家看到的东西 因为为什么 因为像匹克帮 或是外面一些 免费的这些网站 网站 申请下来 都有一个余毒 什么余毒 就是 他也在 旁边在给你拉底塞 像我们用这一个 脸书也一样 他也在旁边在给你拉底塞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 这些提供平台给你的人 就是 他利用你 你利用他 脸书 他 给 他让你方便 让你在那边可以 破文跟亲朋好友分享 但是他也在赚什么 他也在赚广告啊 你会看到你 你的亲朋好友 帮的这一个 分享啊 还比他的广告还要少 大部分来讲都是 一些阿里不达的 都弄起来 所以来讲 就变成说 哎 脸书很赚钱 为什么很赚钱 因为他不用请记者 他不用干什么 那些文章 内容 如果有亲权也是你亲权 也不是他亲权 你有去用到别人的影片 用到别人的文章 用到别人被告 那是 你去戏好了 那是你的事情 那跟他没关系嘛 他提供平台而已 所以这些 人来讲 是最 会赚钱的 傻瓜的话就是 就是 我就没办法 反正不用钱的就够减用 那来讲 每次来讲 都当浏览者 你也没有办法赚钱 那你在那边写的文章 在脸书写的文章 也没有用 因为为什么 因为 明天就把 你 旧的 新的盖旧的 就把它盖掉了 而且来讲 在 帐链来讲的话 可能广告比你的文章还要多吧 那 其实来讲 你就变成说你的文章就 变成 或说你发表什么东西 就好像来讲 汪洋中的一条船 人家看到你真的是太渺小了 好 大概有想要自己经营网站的人来讲 大概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完全免费 就可以架设你自己的网站开始来营运 那如果 还有什么要写 想要进阶学习的 或怎样 再到我的网 网站 上面去 因为我网站 都会PO一些文章 或说我有 比较新的教学 那你就是订我的频道 那我如果有空 我有空就录 如果没有空就没办法 因为来讲 录教学给人家看 是不用钱的 那我也是要生活 那所以来讲 就 有时间就录了 因为 录教学给人家看 免费 让人家看来讲的话 那 做佛做也要够不够 自己来讲也是要平常要努力自己的事业 那我如果有空的话 或说有时候 刚刚好 碰到要帮客户 做 架一个网站 那我就 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顺便 做一下顺遂人情 把它录起来 然后教一些 需要 你有需要要驾站 又没有那么多预算 让一些 这个 广告公司 专业人士 或说一些网页设计的人 帮你弄 那你就可以自己弄 因为现在经 网路如果 每一次来讲 还要花好几万块钱 叫人家帮你驾站 那真的 不是一般的人 所能够接受的 所以现在要变成说 网页设计这桌 很快做 为什么 因为现在都 驾站城市都出来 那都是属于 动态网站 所以 你要帮人家 设计一个网页 或者说 弄一个什么网页来赚钱 那是很困难的事 好那以上的讲解 那你自己练习看看 好 感谢观看